很开心 今天是我们的全明星电竞女神 正式的记者发布会 今天现场有非常多的贵宾朋友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呢 结合了Toyota Garena传说对决 以及三立电视跨产业的合作 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 结合了综艺电竞比赛 电竞实际网路节目 全明星电竞女神 即将要正式的 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推出 而且在这节目的 这个演出过程当中 我们也将会组成一支 电竞史上最高颜值的 女神级战队 今天也会借由我们的 这场记者会 他们要共同宣示 要夺下2021年 传说对决 城市赛的总冠军 这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 要再跟大家 所正式发布的重要的讯息 而且今天看到了现场 我们有非常高规格的方式 准备迎接我们的明星朋友 来到我们的现场 前方是一条铺上红毯的星光大道 那么在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个用 非常强大的三台 Toyota个性潮车将我们的艺人朋友 请到我们的记者会的现场来 所有的美丽朋友 可以请你先就到我们的 红毯起点这个地方 准备好您要拍照的 这个位置的就位 然后稍后即将要欢迎到 我们今天节目 灵魂人物要进入到我们的会场来 大家请一起准备在红毯当中迎接这些重量级的贵宾 首先第一台进到我们记者会现场的 Toyota个性潮车 是动感又不思帅气的 Corona Tour 上头带着三位女神级的任务 其中一位是相当有潜力的戏剧女子之心 另外一位是我们丁复在舞蹈小天后 还有另外一位打起游戏来 非常强大的女神级的任务 打开车门 三位即将正式来到我们的记者会议现场 女神掌声 看到了Toyota 舒子晨 以及陈宇小姐 欢迎 好的 我们三位先慢慢的往前走 来到靠近红毯这边的迪赛区 先操作等候 好 即将要进入现场的第二台 Toyota个性潮车 一位竞技而生的Toyota Artist GR Sports 上头带着三位女神级的任务 其中一位已经综合了电视界 非常航手的时间 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级的任务 另外一位在我们的全新运动会 第一季当中 拼命跟男的女孩 还有一位非常猛烈爆发的强大的蓝球女孩 打开箱门 她们即将正式的亮相 欢迎的是 期待凯莉还有谢杰玲 来到我们的宣传会的现场 好的 有位女神已经来到现场 那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会场的 这台重游堂 热性潮车 是具有都会风格的画界修宇 Corona Cruise 当头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男神级的主持人 即将要正式的登场 打开盛本 掌声回陈汉点先生 我们一起汉点 来到我们的宣传会的最中央 几个外女孩 套向汉点 我们全员集合正式的 对万里万圈包含亮相 全新电竞女神 强大的卡式阵容 现在就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而且在她们的背后 就是三部非常强大的 同样的个性逃车 江车配上帅的美女 这是我们现场 呈现给大家第一个强大的画面 她们将图成一支非常厉害的 传说对决的四十级的战队 今天要参与我们2021年 传说对决成现在 好了 前方的媒体朋友 来 挥挥手 让她们看一下你 拍摄我们的照片 来 正前方大家的视线 可以看一下正中央的摄影机 这张摄影机穿着灰色 衣服的摄影大哥 来 在二楼的地方 穿白色皮静的摄影机 来 我们大家先一起 这是我们官方摄影机 也请大家留下共同视线 让她拍摄到我们赛心美丽的摄影 前方大家都可以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再麻烦伸张 来 带来一张 来 排出一个战系 也有新的战 来 文明的强盗的战 好吗 来 我们是一个第一名的战队 颜值最高的战队 战斗力最强的战队 这里面每一个 都会是有非常强大电阶实力的人 他们 其实以前都不知道 以后就知道 因为有一个任何人 这样也会决心 登场亮相 让大家看一下她们 很大的魅力和努力 各位朋友请教红台两侧 我们今天要在红台当中 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 九五海星 找些第一个 黑暗点带点的陈云 谢谢队上红台 往我们的前方慢慢的走来 耶 呼呼 主持人跟凯莉 也慢慢的往前走来 来 看点前面的地方 定点三人 先来一张 帅气打亮相掌 好的 起菜跟努力塔 我们也慢慢的往我们的舞台上 跳过来 来 第一张照片 盼点加上陈云跟谢杰林 看上正前方的摄影群 来 中间中间 升哥挥个手 来 先看上挥手的摄影大哥 来 三位一起 好 在升哥 右手边的摄影大哥 摆成天雪 终于考的摄影大哥 我们一起看一下她 来来来 好 好 事先一起 我们看一下你们的 左边的摄影群 来来来 好 OK了吗 左手边的各位 好 左边好 二 我的地方 来 中间再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 穿白色的摄影大哥 好 来 三位 事先一起 看一下你们右手边的摄影群 来 看见 我们这次担任最爽的音座 最后一步 好的 苏子诚 很厉害 后面两位再往后先走一步 谢谢 好 来 凯丽跟舒子诚 我们 她们分属不同的小小的队伍当中 但我们这一次六位女神将要争取5月22号这场比赛当中的先发的名额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队传当中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在 为了自己的实力而慢慢的做很多的训练跟累积 好 两位看一下你们的右手边的摄影群 四摄影群 好 左手边OK了吗 来 两位看一下你们最重要的摄影群 来 好 两位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的摄影群 OK了吗 前方的大家 公主人员帮忙名党舒子诚跟我们的凯丽进入我们的座位去 来 喜菜跟我们的罗莉塔上前一步走 看到罗莉塔长发飘逸 但听说她只要碰上的传说对决 爆发力强大的时候 她会忘记自己怎么说话会比较温柔 稍后再跟她好好的聊一聊 可爱的喜菜 强大的蓝超女孩 听说她是现在成员当中的大魔王 她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多 引起前进的压力跟助力 希望接下来 她们也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2021年 传说对决城市赛 将会看到女神队的身影 两位看向你们的左手边的摄影区 来 好 OK吗 左边的部分 好 两位正在OK 来指导他们两位入座 谢谢媒体朋友 好的 刚刚在捕捉照片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很多很多的 这个大家心里头 暗藏着的不为人知的小专场 就会在特别的节目里面 会正式的亮相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非常重要的 我们特别刚刚提到了 这是一个跨产业的节目 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的闺蜜 请让我为他们一唱片介绍 请闺蜜朋友起身 向现场的大家挥手之意 也请现场的大家 给予他们热情的掌声表示欢迎 首先第一位为大家介绍 何泰汽车 Toyota车辆营业本部 刘传宏本部长 欢迎 再次的本部长 谢谢您的到来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Garena总经理 陈奕轩 陈总经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Garena协理 陈奕轮协理 欢迎 好好好 介绍Garena传说对决 产品经理 王仪泽 王经理 谢谢Garena传说对决赛事负责人 林文岳先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三列电视节目目不不记忆 都会台台长 第三副董经理 王淑娟 淑娟姐 为大家介绍三列电视节目部 资深副董经理 吴敏文 爱美舞副董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即将节目播出的 比台三列电视新闻网 营销中心静 比一斗 实际总监 红采晨总监 红采晨总监 好的 贵宾队友相当的强大 当然一定要请贵宾上台致死 为我们的节目送上祝福 为我们的团队 加油打气 热情掌声 我们来要请何泰晋 统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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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伯本部长上台 要我们跳话 Garena 陈总经理 陈鞋理 三列电视台 王副总 吴副总 在座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女神战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午安 我是何泰汽车刘传 大家一定会好奇 为什么今天 Toyota会在这个场合里面出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Toyota是一个汽车品牌 那其实因为我们的客户里面 大概有超过四成的客人 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所以呢 他们平常呢 很多的兴趣就是在电竞活动 因此我们在三年前 就跟Garena一起合作 来协助推广 传说对决这款 目前最具人气的这个手游 那在今年度 我们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 可以在为这个电竞活动 有一个新的声量 那刚好我们 Toyota自己有一个 Toyota TV的平台 那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 每个礼拜四晚上的八点钟 我们都会有一些 新车啦 音乐美食相关的节目 那我看在座的旅程 很多都是我们老朋友 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 来看看我们的Toyota TV 那因为我们自己 做了很多直播节目 那我们跟Garena有讨论 最近最红的就是这种 实境秀的活动 那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电竞活动呢 来自播一个实际秀的活动 那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好的idea 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全明星女神的这个战队 那也特别呢 来委托三一电视台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 全明星运动会 是应该最红的节目 那他们在这类的节目上 有相当的自播经验 那也非常高兴能够促成这次的合作 那我希望呢 所有的这些女神战队 最后在你们努力之下呢 能够赢得这个城市挑战上的冠军 那另外呢 我看谢杰林你好像不行了 要加油啊 OK 那另外呢 也希望我们这个网路节目 能够在网路上获得相当高的瞩目 让这样的节目呢 能够得到更多观众朋友的喜爱 让这个传说对决 还有我们电机女神一起发光发热 那时候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本部长 谢谢 好 我们部长队女神队 做了非常多的加油打气 但是谢谢林丹刚刚的反应 稍后再请她在台上演给大家看 好 接下来啊 欢迎的是我们的 Garina的陈仙伦协理也要上台 来为我们的女神队加油打气 为我们的节目团队加油打气 来 呃 楼梯双方本部长 呃 那个陈总 还有两位三立最美丽的副总 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所有电竞的伙伴们 好 还有各位记者媒体先进 好 这个传说对决啊 这个今年是要迈入第五周年 过去的四年来呢 我们把传说对决从一款游戏 变成了亚运的体育项目 变成了文化娱乐的一个体验 最后能走进所有玩家的生活当中 这个是所有台湾 以及乃至于全球的支持者 对我们游戏的鼓励 那我们呢 在今年呢 在今年年初稍早也公布了 传说对决呢 目前的女生的玩家 已经超过了三成 在同类型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游戏当中 女生战比这个战斗型的这种游戏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们今年呢 跟Toyota第三年的合作 我们就想要告诉大家 所有年轻的一个梦想 是电竞不只是单纯 大家聚焦的男生 其实所有的女生玩家 也都期待能够拥有一个舞台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享受这样子的组队的乐趣 我们享受对战的刺激 我们享受拿下胜利的感动 所以我们这次呢 特别和Toyota 还有我们三立电视台 共同制作 这个全明星电竞女神的节目 我们强调 这都是要玩真的 所以呢 我们的逻辑就是呢 我们是真的会让我们的选手 要参加我们全台湾 最大的 这个电竞巡回赛事 也就是在我们5月22号的台北城市赛 正式的来队长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相信给予我们的女生们 有一点不小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女生战队 在城市赛 这个表现呢 通常都会是比较受到矚目 但是战机比较不受到矚目的状态 所以呢 刚刚刚 都会在我们城市赛 齐开得胜 那接下来呢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一次的台北城市赛 特别为了女生的玩家 特别加开女神杯的项目 让所有的女生玩家 可以以我们的电竞女神的战队呢 作为典范 能够号召所有喜欢传说对决的女生玩家 一起来组队 一起来享受电竞带给大家的乐趣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本部长 也谢谢陈谢力 两位为女神队带来的祝福 让大家听得都士气大震 然后也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说的 他们要做到的话 还要经过非常强大的努力 但是现在 我们这里这样子问 还不如让他们自己上台来说 即将把我们的队长 跟我们的女神 一起邀请到台上来 让我们唱名带上台 陈汉典先生 欢迎 欢迎陈渝 来 今天站在汉典的左手边 欢迎谢杰林 请上台来到汉典的右手边 好 欢迎舒子晨 来到陈渝的旁边 欢迎凯莉 请你到杰林的旁边 罗莉塔 欢迎 请来到子晨的旁边 最后欢迎醒菜 请登堂 来到凯莉的右手边 可请掌声 再来一个 在我们堂上 真是有亮相了 好好好 哎呀 好 默契默奏 今天站在这里 汉典应该是最开心的人了 是是是 谢谢安哥 还有所有这个长官 贵宾还有所有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全明星电竞女神的队长 陈汉典 哇 谢谢 那个压力很大 不会不会 还好 还好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 商量队员都是女神 所以你一定是男神 但是没有问题 对 因为跟女神在一起久了 我也会慢慢变成男神 我知道大家可能看了有点不习惯 不会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look 其实是对我自己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但是我知道责任 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 所以我当初接到这个 队长的这个棒子的任务的时候 其实我就欣然的接受 但是我一开始是非常害怕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各个领域的女神 他们的粉丝很多 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压住他们 压住他们 可能会压不住 但后来压得蛮住的 对 因为 我发现 他们好像都蛮喜欢我 我对他们好像蛮有一套的 一开始有一点点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但是 自从我有一双皮鞋 尖头皮鞋出现之后 他们对我可以说是 非常的仰慕 以及尊重 因为他们只要看到我穿那双尖头皮鞋 他们一看到我就笑 所以拉起你的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理解 对对对 除了以能福人之外 怎么还你还有一双皮鞋 对对对 突然今天看到你就整个就干板下方 所以 我跟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距离 了解 就很像一家人一样 因为我等于是他们的心灵导师 他们所有这个十一住行 所有疑难杂症 我都可以帮他们解决 没错 而且私底下我都有在辅导他们 哦 辅导 对对 心灵上面的一个辅导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你可以在 他们的电竞的专场上 给他们最好的辅导 其他那辅导的部分 他们会自己也好好的辅导自己 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 在过程当中 今天在台上大家一支排开 然后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队伍 如同刚刚协力 还有本部长特别提到的 他希望你们能够有多冠军 但我们站出来 我们的美貌 已经得到了冠军 是不是这样 罗莉塔笑得非常的开心 真的真的 她说 十字名歸 我们是颜值最强大的队伍 好的 但这里面的确有让人 看起来 有点惊讶的人 陈宇小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宇 对 这个节目 没有配剧本的部分 然后在演戏这件事情上之外 没有想到你对传说对决 竟然是这么强大的一个人 你可以好好把这件事情 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有时候拍戏就是 蛮负面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游戏实陆会很负面 但是那个完全不一样 假如我今天拍戏 拍的真的太不开心 就算隔天一早 我还是会打传说 所以我反而是 就是在 每日每夜拍戏的那段时间 打传说打超凶的 所以等于是 你的主页是传说对决 就是 拍戏只是兴趣 对不对 这是我的那个心灵良药 对对对 而且你对于戏剧当中 这个充满了能量的这种想象 跟那种爆发力 都是来自于传说对决 带给你的能量 我其实在外面工作 没有那么火爆 所以打传说的时候 应该是我最暗黑的部分 暗黑的部分 狂飙一些就是 你有罗里塔狂吗 他第一名 他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大家差不多了 真的真的 好啦 陈鱼在那个传说对决 这件事情当中 那是个游戏里面 不是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听说当时 这个节目的邀请 我哇他好开心 我就立刻搞出 经济的我要 然后他就打力到这个地方 虽然吓到了大家 但是 我们希望你在这里面 能用你强大的能量 然后让我们这次 能够在城市赛当中 有非常好的成绩 尽力啦 尽力 不用担心 那真的很难 你有一个好伙伴 叫做谢杰林 他也是女神 他只要人家想到电玩啊 电竞啊 都会想到他 所以这次 当然博人权 一定要有谢杰林 但听说谢杰林进来之后 跟他刚刚的表情 跟动作是有关联的 谢杰林啊 我整个心态炸裂 因为一开始接到的时候 是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我就只得知是比赛 那我想说 那我的队员们应该跟我的起手差不多 然后因为传说呢 我是新手玩家 我的战绩一开始 我们要交出自己的场次这样 我是15场 然后我就看到我其他的队员 都是1000场 2000场 然后甚至还有人就是 他是有头衔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遇到诈骗集团 你唯一赢的人的 唯一赢的人是我 就是你们 我的场次比你还少 你只有赢我而已 对 我就15场 然后后来第一集的时候 就真的是心态炸裂 然后崩坏 因为就是本来想说私下打 好像自己对斗塔 其实是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但是之后是去学校打之后 然后就是一直很惨 一直输的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是因为大家非常的团结 他们知道你只有15场的经验 所以当你们第一次到 跟高中生比赛的时候 我们最后用3比0的比数 放手让对方赢 是因为有你在这个地方 他们希望不要让你觉得不开心 所以我们15场 3比0的成绩 谢谢林 在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 完败在高中生的手下 其实我当时是 我们中途有做一些 就是事后的访问 然后我就不小心哭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 然后团队游戏是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我可以看到我的队员们 他们真的很认真 然后因为我是走魔龙路 是射手 是皮最薄的 所以对方要抓一定是抓我 然后我就无限的一直去送头 然后我就是用血眼看我的队员 他们就这样 就是他们的脸很认真 很认真 然后他们真的很想赢 抓到 很想赢 可是我就是一直去送头 然后我就心态炸力 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真的有够烂 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 教练就走过来 然后我就说 教练我想回家 对我就跟他说我想回家 后来就是事后访问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就觉得说 我怎么可以这么烂 然后加上是 因为我的观众对我都是 头衔就会觉得说 我是电玩女神 所以电玩女神 一定对所有的游戏 都是最厉害的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头衔 让我觉得我的压力更大 我就觉得说完蛋了 我加入了这个节目 我真的是在扯后腿 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录的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跟制作人说 现在退团还来得及吗 我一直到今天 我都跟他们说 现在退团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今天办得那么盛大 对对对 对啊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没有退录 没有退录 对 只能说现在很 这样要加油 因为我们其实私下 我跟陈瑜 然后紫诚 然后罗里桃 我们四个几乎 每天晚上都会一起打 然后一打就打两三个小时 有一次我们打了六个小时 对 然后跟角典一起打 打了六个小时 那其他两位才高 对他们两位 他们有通告 对对 有通告 是是是 好啦 这个也让你这个 有了新的朋友 然后一起来做这个 不只是个人的训练 还有团练 舒子诚听说 你家里就有高手 所以这次参加这个节目 你是里面 练功 累积起来最强大的一个人 但是也有你的苦衷在 是不是 对 就是我的 夜间部室友 他是传说对决的赛品 对 YR 然后 我接到了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告诉他 哎呀 对 然后他就说 那你是打什么路 我说 雨中教练给我打野 打野 对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雨中教练是不是讨厌我 为什么 因为 打野真的很难 他们不是说高手都要打打野 你原本打哪个位置 我原本除了打野不会 其他都略懂 就刚好就打野不会 不会的 对 然后 他就跟我说 那你现在就开始练习啊 我教你 然后他常常 因为他玩传说对决 他就会变一个人 哦 他感觉有双重人格 然后他就是会很严肃 很严厉这样 常常他教我传说对决 到最后我们就真人对决了 哦 那你是蛮幸福的 就是 你们是怎么玩 用角色扮演吗 对 你都用什么角色 真人对决的部分 不是我们记者会今天的重点 对 反正就是会很火爆啦 会很火爆 然后 我从一开始 因为我打野基础啊什么 完全不会 所以他就开了练习场 然后他在旁边这样插手 看着我 他说 来你现在刷一轮油 我看 然后刷完 然后说不行太慢了 再一次关掉重开 就这样持续了六个小时 往里 我的大拇指都要坏掉了 真的 就这样六个小时 我终于会刷野 哇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我就学了六个小时 不不不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节目的感染当中 如果现在是新手 想要这样进来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先开练习场 先刷六个小时的野 你就会有打野的基础 很好 好 接下来就有一群人 会开始关注你们 在那个练习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强大的事情 然后有一些拼命三郎 拼命三娘 在这里面就会非常非常认真 那可能已经自己在偷偷的笑 叫做凯莉 然后听说这一次 为了叫来这个 加入这个 电竞女神的战队里面 你也做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努力跟练习 分享一下你到目前为止最难忘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不太打游戏 但我深深迷上就是传说对决 然后我跟他的渊源就是我之前有迷上 但我就是那时候觉得不行 因为我每日每夜都在打 然后我就先把它就是藏在我的小角落 然后收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 那这样应该算有一点基础 然后来的时候我没想到是非常震撼 因为大家都很厉害 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哇那一定要就是加倍努力 拿出可能我没有钱分 所以我还是可以像在全明星运动会一样 就可以就是可能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是练习 然后就不断不断练习 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都不会放弃 就刚刚部总本部长跟协力讲的 他们就希望你把那种全明星运动会的精神 带进来我们知道全明星电竞女神里面的 对啊 所以你要感染着大家 让他们现在六小时不够 以后大家都要打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拇指会坏掉 会坏掉 没办法按赞了 不能按赞 会会会 是是是 但刚刚汉姐在那个防目的当中我特别讲 罗莉塔小姐 听说您打起来之后跟今天出现的状态 是不太一样 他在玩传说的时候特别尊敬老师 他都会说你哪是咧 五个字的 我真的是 那最近练传说练得很奇怪 所以现在朋友看到我都说 哎你最近脾气很好 哎呦我脾气都又在传说上面 都霸玩了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 在接触这个游戏之前呢 我就都去打牌 但是呢 自从接触传说以后 我朋友约我打牌 我说不行不行我要打牌位 对而且像我真的完全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 因为像刚刚那个制作人说 哦我们等一下那个要软一下 待会那个牌位的部分 我就说好 哦我再算是 他说不是 是要软那个记者会的牌 牌位 因为我们的教练是凯撒路 那我现在也是凯撒路 那我就是 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打败他 哈哈哈哈 我要打败我们的教练 你有看到你想你要打败他的时候 那个虽然戴着口罩 但部长笑得好开心 他说好哦 我期待你打败他 哈哈哈 我会加油了 真的真的 我会让你撕 哈哈哈哈 没有啦我很尊敬教练 他要变成你老师啦 对我要变成余中的老师 好啦那在旁边那个喜菜这里 这个听说 你这个篮球女孩在这一个团队当中 变成一个大魔王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是大魔王 你是公选的大魔王 什么 他们说你是大魔王 你给大家非常强大的 没有啦因为我之前就是 先担任了Mating的队经理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身为一个世界级冠军的队伍的经理 我应该要对自己有要求 所以我就觉得好 我应该要在这个游戏里面 好好认真的表现 那进来后我也发现其实大家 像紫诚啊 陈瑜 他们都我觉得他们都比我还高端 就是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 然后觉得对 我不应该就是 不应该就是放弃 我应该要更坚持 然后那因为这一次 我平常玩传说的角色 都是主要是走射手 魔龙路跟凯撒路 那这一次 云中教练帮我分配到 他是叫我打辅助的角色 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角色 所以等于也是砍掉重练 然后为了这一次 然后我也尝试了新的突破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很棒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玩过 我玩过以后觉得其实辅助很好玩 嗯 对 好 台上的这一群这个女神队 很成队而且对外政治的官宣 所以我们有一个制服 战袍 要由队长来亲自送给所有的女生成员们 没错 身为队长呢 一定有一个战袍要交给各位 是 而且上面呢 有秀我们的备章 让你们更有凝聚力跟向心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team 不管赢多或者是赢少 我们永远在一起 We are a team We are a family 好不好 我们就是不会输 赢多跟赢少而已 好不好 我对你们有信心 来 东西拿上 安田先靠向那个 洗在这个地方的位置 好不好 一个一个搬 搬那个白醉服的过来 战袍 来 先洗菜 收下 安田送给你的战袍 呀 好好好 来 凯莉 来 嗨 好 嗨 好 那你往前 来 谢杰林 你将穿上的 为我们的 燕竞女准备战袍 来 陈宇 由我们的队长亲自送上 战袍 好 好 珠子晨 耶 好 来 罗莉塔 哇 好的 女神队员都有了自己的战袍 和点您的战袍 好 又由我来交给您了 陈汉典先生 是我们的 燕竞女神队的队长 哎 好 当场就 哇 太美 太帅 太帅 压死了 这外套算什么事 那怎么办 好 汉典要先为我们 穿上的战袍 穿上的战袍 哇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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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典 大声叫我的名字 对 汉典 哎 哎 爸爸队长 那个背章在你的左边 对 是 是 哈哈 好 汉典 穿上的战袍 嘿 每个战袍都有自己的名字 对 女神们 喜欢你们的战袍吗 喜欢吗 好 那就直接把它换起来了 因为我特别帮他们 准备了一个小房间 对对对 我们到小房间里面去 换 换战袍 不不不 207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那个是过时的梗了 不要再讲207了 那我们就依序 好不好 到小房间里面去换衣服了 我进来帮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 他天啊 他两个手 我不能走是 他们有自己的保姆 OK OK 这个时候呢 汉典既然身为队长 这个时刻 我们把他们都 虚离 撕开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讲他们的坏话 不是 就是他们有很多缺点 必须要被检讨 对不对 我们这个 这个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的记者会 没错 我们要开始 官宣你的强大 好 对 汉典既然是接下来的任务 虽然他的这个比赛的经验值 没有那么高 但他在学习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找了一个强大的人 一直在教他 对 接下来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请上 是 带有来头的朋友 教练 对 教练 是我们传说对决 凯撒路的魔王 他在凯撒路可以说是 没有敌手 没有对手 大家在凯撒路看到他 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屁滚尿流 这样子 真的 是是是 他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你在几整会上 用这样的成语 让我们也是吓了一跳 对 耻尿未及 你没有想到我会讲屁滚尿流 我没有想到 真的是 我以为你会想到更强大的 没有 传说对决 AIC世界赛 得到两次冠军 邀请掌声欢迎 于忠教练 欢迎于忠 来 于忠 太厉害了 于忠 于忠教我很多 他教我很多传说对决的技巧 所以于忠讲一讲 我在传说对决 这个 算是有一个大要劲 大要劲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是不会玩传说对决的 我是从零开始 但是我进步非常多 那我自己讲 其实这个就有失公寓 对不对 所以于忠你讲看看 对对 我传说对决的技巧 他进步的幅度 到底有多大 跟大家讲一下 呃 就是从 不会普攻到 会普攻 就这样 对对对 我现在普攻很厉害 我现在指纹 我大拇指的指纹 也快要消失了 我一直按 一直按 真的真的 好啦教练很强大 教练这次有非常这个 荣幸邀请您在加入这个节目的团队当中 然后也成为我们这里面 女神训练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推手 偷偷跟我们爆料一下 这里面训练的时候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开心 或比较不开心的事情 比较开心吗 就是 呃 来上班就开心 对 我本来跟他们 他说对 我对他们的想象就是 完全不一样 女神 女神 相处感觉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对 那女神中的女神在你心目中是哪一位呢 呃 平常见不到嘛 然后可能会 就是 见了面以后六个都是你女神中的女神了 你斗胆在这里讲无任何一位的话 不是不是 你原本你原本 就六个里面 你觉得哪一个是 你觉得最好的 是你的菜 原本还没有相处的 的时候 看点我们的题目是说 谁的能力最强 那不是谁是教练的菜 是我们私底下在里面 我们把私底下的话题 带到这个 这个舞台上不方便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记者比较有兴趣 那谁是你的菜 呃 还没有相处 还没相处之前 还没相处之前 对就是六个让站出来的时候 感觉 没关系 她们在换衣服 对对对 她们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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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林棒 哦哦 OK 杰林是2005年的宅男女神 哇 一直维持到现在 所以你从2005年就开始迷她了 有follow到 有follow 杰林出来了吗 还没哦 OK OK 教练 这次我们这个5月22号的这个 城市传说赛的台北场 你有为我们的女神队 设下什么样的目标吗 呃 我觉得 我没有把她放到冠军啦 我把她的目标定在三场 就是能赢三场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是是是 但她们是想要得到冠军的 她们不想只有在台北场 她们想要赛 能赢三场 他们慢慢跟我说 就是能赢一场她们就很开心 我说你不能定那么 那个目标不能定那么低 你要定高一点 才不会那么失落 你知道吗 是 但我们的2021的这个 传说对决的城市赛 因为我们的女神队 看起来更加的赏心悦目 也希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家 一起来帮我们参加 对不对 对 那教练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训练的这个 辛苦跟这个甘苦 我们也会呈现在节目里面 你也蛮期待的吧 是不是 呃 我也期待 很期待 第一次参与节目的录制 应该 希望也能够为自己这个以后 开辟新的这个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吗 好的 教练的紧张跟教练的专业 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呈现 女生穿好衣服 迫不及待想要出现 好 因为她们就带着我们的这个 非常强大的这个 应援牌 来 上台上台上台 大家来来来 好 5月22号的这个 传说城市赛的台飞场 就是他们要这个 一起这个为大家展现实力的地方 是是是 好 我们有一个这个 汉典你是不是为他们设计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队呼 有有有 这个队呼我们想了很久 想很久 而且这个队呼一讲出来之后 真的 真的会 让大家试个字 等一下 哇 你冷静一点 对对 文风上台 文风上台 对对对 哇 电竞女神来了 哇哇哇 会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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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由你来带领大家了 来来来 队呼 队呼 来哦 好 好笑 全明星 电竞女神 干 耶 是是是 好 我是 不好意思 好了 跟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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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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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賽當中除了有台北場 還有台中場 還有高雄場 是 5月10號這群女神就要正式的登場 然後有五位可以擔任先發 但我們現在場上有六個人 宇宙教練也給他們一個最後的加油打氣的一句鼓勵的話 好不好 只要你們相信我的話 這都會贏 可以吧 你們相信宇宙嗎 相信 我也相信你們 Yeah 好的 我們整個這個全明星電競女神的訓練過程 我們用這個實境綜藝的方式呈現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預計在5月6號 5月20號 還有6月10號的晚上8點鐘 我們這個節目會在Toyota YouTube頻道上 還有在Toyota TV 在三立新聞網 在Vito 在Arena傳說對決官方頻道上 完整播出拍攝 好 在這之前很多相關的訊息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我們的官方的發布 還有我們的預告片 今天大家正式成隊 對外亮相 不能退團了 好好的 向前挺進 我們要為我們拿下冠軍做最好的準備 謝傑琳 有沒有信心 有 陳瑜 有沒有信心 好 在你們有信心的狀態當中 我們今天記者會到此 掌聲祝福他們 Yes 許許 好 接下來我們要一起 還要進度拍照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這個貴賓在這裡 所以我們非常的難得 要把貴賓一起邀請